疫情期間許多民眾出門都會戴上口罩 但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口罩充足情況下 市面上也出現許多特殊花色口罩 民眾大多也願意買單 台南藥師工會表示 也因為這些特殊花色的口罩 成為民眾愛用品 讓許多業者投入生產線製造 過去單綱印口罩卻乏人問津 加上先前有國家口罩隊 被查獲以劣質口罩混沖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 12月24號後改為雙綱印 過去的口罩只能回收 或是再重新經過衛生單位認可 才可再販售 一來一往也讓成本增加 種種原因讓單綱印口罩急著售出 現在一盒價格只有過去一半 現在的話因為整個市場的需求 也沒有那麼高 以黑色來講 因為很多公司現在開始 就會推出特殊的口罩 所以就變成說 它的價格一直在掉 兩盒499 對對對對對就是已經突破了那個我們實名制口罩的五塊錢 雖說一般口罩較不受民眾喜愛 但有些民眾還是認為醫療級口罩即可 多少還是會買一些來因應未來疫情 而台南市藥師工會進一步表示 雙綱印口罩主要防止非台製的口罩 民眾要購買時還是要慎防來路不明的口罩 原室新聞綜合報導